程咬金作战能力卓越 武则天也很欣赏他 他又怎么可能会下手杀他呢 程咬金年岁已大 对自己没有威胁 程咬金已经年事已高 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在朝廷上办事 所以提出回家乡养老去了 当时他手里没有任何实际权利 武则天也找不到理由 对一个老人动手了 而且程咬金在有权利的时候 也没有伤害武则天 所以武则天也没有必要步步逼人 让他养老还乡岂不更好 武则天考虑周到 这也是他统治期间 国泰民安的原因之一 武则天去世后 整个王朝都陷入了混乱 这表明他的威望确实很高